剛才我在入海的時候 我就大喊了一聲 我說龍亞偉我恨你 恨她年輕 這麼年輕就走了 霍女士口中的龍亞偉是自己67歲的丈夫 4月2號上午在天津渤海灣 龍亞偉與其他33位試者一起 在親屬的送別下魂歸大喊 當天2023年金金季骨灰灑海啟航活動 在渤海灣舉行 時時許 伴隨著低沉的淒淋冥響 34位試者的骨灰搭乘國賓9號撒海專用船 驶向大海深處 船艙內不止簡潔溫馨 在莊重溫婉的電磁中 試者親屬回憶往昔 船行至指定海域 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 試者親屬依此登上甲板 含淚將親人骨灰伴著花瓣撒播入大海 據霍女士介紹 丈夫是一名轉業軍人 曾在天津市西津區政府工作 選擇骨灰灑海是他生前的遺願 也是為了追隨父母 他曾經在部隊的時候是優秀的士兵 優秀的幹部 曾經辱立了二等功和三等功 他的父母也是軍人 曾經的軍人都海葬了 因為他也有醫院 他越來越走海葬 所以我就讓他回到了他後半城 戰鬥的地方 挺好 也是宣揚咱們這個新風俗吧 所以作為我們來講 我們也挺高興的 這個歲數大了以後 去放打機店也不方便了 所以這樣挺好 我說丈夫組織這個 海葬這個事兒 我們環境就報名 其實金金季三地 骨灰灑海已有近30年的歷史 到目前有14萬餘人次的家屬參與 近年來北京市民政局 不斷加強一風一俗的宣傳引導工作 骨灰灑海 散熱藏等生態暗藏方式 被越來越多群眾接納 從我們這些年這個 骨灰灑海活動來看的話呢 這個老百姓的接受程度 和滿意程度越來越高 這個參與的骨灰灑海的 這個家屬的話也越來越多 特別近些年 我們這個提升的比例也比較大 就咱們北京來講 咱們1912年的話呢 是突破了1000家 到了15年的話是2000家 到19年達到了3000餘家 據悉 相見於傳統的骨灰暗藏方式 灑海方式不留骨灰 不占用土地 是一種倡導回歸自然的暗藏方式 在北京 骨灰灑海活動是一項公益性殡葬服務 由市政府主導 是財政保障 首都殡葬國有啟事業單位承辦 群眾全程免費